下个要谈的叫做安全负载电流 刚刚讲过如果它有短路 它有很大电流通过 它就有很高的热销力 然后那个皮就溶掉了 就发生危险了 所以一个线它有一个 它能够容许的最大电流 所以所谓的安全负载电流 能够容许的电流 最多我只能够有这么多 如果你超过它就容易发生危险 那这都会跟我们未来要交的保险是有关系 那我们以前学过了病人收止为止 病人收总电流跟分流是什么关系 这以前交过的 病人使总电流跟分流是什么关系 总电流是分流的核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延长线上 插了这么多的插头 然后呢每一个插头就有它自己的电流 那就变成你的延长线的总电流 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会超过它的安全负载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劝你说延长线上面不要插太多的东西 还有一些高功率的电器会告诉你说 我不要跟别人共用插头 因为它会使它的电流负载可能会超过 像这样 你可以算得出来660瓦出来是6安培 然后7来70瓦出来是7安培 你的电器上面插了这三个东西 你的合起来总共有出了19安培 可是你的容许电流最大安全负载只有15安培 就表示你这样插上去就超过了它的安全负载 超过它的最大容许电流 它就会发生危险 会发生危险 那就扯到我们刚才要讲的保险师 所以小鼻用延长线去抓 然后呢想请问你 它有没有超过最大安全负载 我最大安全负载是10安培 现在我110度测1200瓦 这样子有没有超过 怎么算 怎么算 要求电流 有功率 有电压 用什么公式 要求电流 有功率 有电压 有什么公式 还记得吗 他这是新闻 一等于 Ivin Ivin 你算完就知道 他超过10安培 所以你这样你算上去 他就会超过他的安全负载 所以他就会容易发生危险 容易发生危险 他会发烫 发热 发热 就超过他的最安全负载 OK 好 所以就问了问题 为什么我们家里的通常都是110伏特的插座 可是冷气质量就2排2 为什么冷气质量就2排2 什么比较高 什么比较高 负载不是 我本身的功率就这么多 如果我电压大 电流就会怎样 小 对不对 批批IV 电流小就比较不会超过我的最大安全负载 相同功率的时候 高的电压电流比较小 才不会让你们整个家里的电流超过我的安全负载 否则就容易有电线走火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冷气质量高电压 这个我们前面讲那个输配电的状况也类似嘛 高电压就会低电流 高电压就低电流 因为都是功率相同 OK吗 OK